好 今天带您来关心疫情的状况了 那么在北部发生幼儿园群聚感染的事件之后 引发了关注 那么花莲县长徐珍威也指示了教育处 花莲虽然没有发生 但是仍不可掉以轻心 并指示教育处提花莲县公立幼儿园防疫警戒与宣导 并且强化各项的稽查 教育处也特别宁定了防疫措施加强版 提高幼儿以及学童的防疫措施 花莲县长相当重视幼儿园以及国小环境的安全性 日前北部地区幼儿园发生群聚感染后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进行全县公司立幼儿园防疫警戒 第一个呢 首先就是人员的一个网络的部分 然后目前的部分就是家长和房客和服务校 然后彻底的一个量测体温跟一个监控 然后到了教室的部分呢 环境还有整个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清洁跟消毒 也是必须要落实的 再来就是教职人工生的所有的拆检状况 也是我们也在公立学校 必须要每天掌握 了解每个教职人工生的状况 还有身体的一个健康信息 目前幼儿在没有疫苗可施打的情况下 更需要严格的防疫措施 幼儿园园园长也订定出相关的防疫指引 做好防疫清销的措施 也不断的跟家长跟孩子再一次的宣导 请家长跟孩子勤洗手 不要去公共场所 更不要异地出游 我们希望家长尽量就是互相叮铃 约束做到这个部分 那因为防疫的工作绝能有责 那在幼儿园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加强清销 每30分钟孩子的门把 开关以及触碰着桌面 以把我们会再一次的做消毒的工作 尤其近日北部幼儿园发生群聚感染 因此花临县政府也特别强化幼儿园防疫措施及稽查 教育处也要求教职员如有身体不适症状 除了当日应停止到员上班 也应该进行自主快筛 全力保护学童的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